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街头霸王的八卫版本啊 这个版本呢是一个木根的整合版本 那么它的声光效果方面啊 尽可能的在模仿八卫级的效果啊 好的啊,有一段破例十足的偏头啊 当然了,这也是啊 这也是同人的素材吧 好,咱们进入游戏看一下选人啊 选人方面呢,除了常规的街头霸王的人物呢 可以看见 这个是逃鬼,是个隐藏人物啊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哈格士长 大叔在试玩的时候呢,还打到了拳皇的特瑞啊 厄狼传说的特瑞 所以说咱们还是使用龙这种比较传统的人物吧 第一个就是脏劲 系统方面可以看见下面是有七槽的 是有七槽的 而且呢,你也可以用出像超杀 超杀比销 必杀劲这样的连续劲 可以说系统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一个大耗一个气啊 唯一的不足呢,就是他可能模仿的这个 模仿这个八位级版有点过向了啊 他的跳跃跳起来是轻轻飘飘的 而且受制于木根本身吧 因为木根毕竟都是同人的作品 那么他有一点不足呢 就是他的AI啊 NPC的AI 两个极端啊 要么就是 无敌 无敌 绝对防御啊 就是不论你出什么招式 他都会给你打出来 要么的就是非常傻 就是非常傻 那通常呢 一个套路 一招先吃遍天 那这个木根的结霸 属于后者啊 NPC都非常怕跳跃攻击 好友根啊 这个可以接一个好友根 或者呢 你在角落可以 接完大再接好友根啊 可以接两个大 有气的话可以接三个 哎 好的 打了个perfect啊 然后呢 他在这个波动拳之后啊 可以在任意时段出生龙拳 这个是很神奇的啊 这样人物就接近于无敌了 但是考虑到 哎 他好像在空中发了 哎 果然空中可以发波动拳 这什么鬼啊 哎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空中 无敌拳是那个谁啊 好鬼啊 好鬼可以算 哦 我刚才看他出了一个 马步的冲拳 那拳呢 是 哎 果然特别懒 最后霸王4的 有钢体的效果 去到最后呢 有破防的效果 哎 这下没好找 没有 好友根 没有奏效啊 贴 好的 这个场景呢 是 恶狼传说二代里边的特约的场景啊 我去 哎 这个能量充全 那个 贴图效果 可以看出来 不是巴维基的效果了啊 好 我想试试能不能接内接那个啊 一会试试啊 这冲拳怎么打五下啊 特瑞的系统呢 招式方面也不是二 也不是恶狼传说二的招式啊 哎 果然能接上 哇 这个 这个接的爽 好的 一记 超级波动拳 带走 哎 这个场景 哎 果然啊 这个是 呃 九人结霸 FC的九人结霸的 中国的那个场景啊 我去 二十四角 怎么搞错啊 哎 我人呢 人呢 这是什么鬼 好 又跟 跑到后面去了 跑到后面去了 哦 好连续技啊 玩这种游戏呢 他也会波动拳 哇 这接的啊 好 一个大解决战斗啊 哈哈 又打不过他了 好猛啊 就是刚刚接触一个 格斗游戏啊 你通常要熟悉一下 NPC的套路 抓人 抓人 不行啊 我就喜欢把你堵到脚 脚落揍啊 起身一个大 空中龙卷旋行腿啊 我踢这么远 达尔西姆 那这个场景呢 当年太熟悉了 因为刚刚接触 街头霸王的 玩的就是这个二代 然后呢 这个达尔西姆啊 是比较好欺负的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币啊 投进去之后 第一个打的 好像就是他 然后呢 打他应该每次都能打赢 刚开始玩街外的时候呢 水平就是 如果能见着车啊 如果能见着车 能打到拆车那里 就算是 这个币没白费 这套联系剧连的爽啊 布兰卡 布兰卡当年我们叫狮子啊 有的地方呢 起的名字更高大上一点 叫青狼 哦 这什么爪 哇 好高大上啊 哇 刚才我这跳太远了 这什么鬼 没有心理准备啊 好在是蒙赢了 蒙的啊 我有一个气 他有三个啊 他有三个 我要小心一点 不要太浪 这招对孔 这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啊 防的太严实了 这个大给了我一下 我觉得他后边能接东西 他没有接 发什么 防啊防 对不了解的东西啊 要存在 要保有敬畏之心啊 看他在那原地打转啊 你就觉得 啊事情不好 单 这个看起来像单 啊刚才这招是百七良的招式 无耻啊 那是百七良的招式 看你还会什么 啊这招也是 这招也是 但是呢 看他全角啊 基础技能呢 比较像那个 肯 我冲过头了 冲过头了 刚才 大王小虎拳 这个我认识 果然是板七良啊 不过带了天考的路线 但是他那拳脚功夫太像了一个 肯了啊 实际上 卡普空呢 和SNK啊 这两家还是相爱相杀的 打到四天王了 这就 他们很多人设啊 你会感觉到有互相借鉴的地方 那我记得啊 卡射 卡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游戏啊 鬼武者 里边的主人公 那到了光荣的 光荣的战国无双里啊 也出场了 因为历史很有这个人嘛 也出场了 然后出场的时候呢 光荣就调侃他 说是住着 这是什么招式啊 大叔光过聊天了 快被揍死了 他的拳头好稳啊 最为让人难受的一点呢 就是 这个游戏呢 NPC有很多 你不知道的招式 就是你不知道 他这个招式是干嘛的啊 什么性能 打几人来疼不疼啊 是不是中断剂啊 是不是突进剂之类的 哇 这一套没血了 没加 抓 哇 这个技能被 指令头 这货会指令头 哇 这段数好多 段数好多 不行啊 咱们要主动进攻啊 七下 我的天 要主动进攻啊 如果 光看他的招式啊 咱们就被欺负死了 因为他的技能 我一点也不了解 哎哟我天 啊 他想抓我 但是没抓到 这 这什么鬼啊 对空技 对空技 后期到维加是会的啊 有这个技能 但是他那个指令头 是什么鬼啊 猫油跟 再来一个 猫油跟 再来一个 猫油跟 一个 一个 一个底角啊 一个普世 无华的底角 把他带走 沙加特 我怕他发出什么东西来啊 你会不会什么特别的东西 哈 要会赶紧用啊 也到最后了那个 决胜的时候突然给我一下啊 一顿乱踢啊 这个大是一顿乱踢 行了吧 我觉得你可以了啊 好久没练这个了 阿杜贵 好的 一个打背 一个逆向 12下 他怎么不发 他那个什么 什么来根 那个啊 没看他发 发了 是个大 我这招 破绽还是很大的啊 来吧 咱们远程 给他两个这个吧 我瞬间变成一个远程英雄啊 爱 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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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BOSS 不知道有没有隐藏啊 因为试玩的话呢 哎呀 新技能 这么 이것是什么鬼 不了解对方的知己知彼嘛 不了解对方感觉很难受 带走 太远了 好有根 好有根 再来 好 爽 nice啊 他们通没通关啊 没有 这货是谁啊 我知道他们师父是钢拳啊 但是这货看着不像钢拳 是我眼拙啊不认识 叫生龙 很危险的一个技能啊是个突进机 去个突进机啊 我去 炮油根 好的 封死在角落里了啊 发了三个波动拳这招式 这是大吗 一个普通技能就相当于有一个大了啊 而且他这个旋风腿啊好诡异啊 他这个飞行路线 波动拳是两个啊人家 我扔了 不行啊这招一定要连上否则会被反击啊 我的天 这都什么鬼 他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没太看清啊 好了 决胜局啊 中boss 决胜局 他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串啊一串 绝对不是波动拳 又没没打中啊 哦 下来了还能旋风腿 我后边都不敢连了啊 肯定会被反击 不行啦 不能再见识人家的招式了啊 哦 我也发大了啊 好的啊 这下连的词事 再来一下 我就不信了啊 你还能再来一个 好的啊 那这样呢通过了 总体来说这个 整合版本的街霸 八位机版啊 还是不错的 他尽量的模仿了八位机的手感 然后呢 在系统方面呢 还比八位机的丰富很多啊 如果大家是街霸的游戏迷的话呢 可以拿来尝试一下 至于对战的话呢 我感觉游戏的平衡性啊 可能不是非常的强吧 那好吧 那这样一款街头霸王的 木根整合八位版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